我们现在来鲍鱼肉饭 这个真的吃到它的辣度 它辣真是比任何一款桌上更加强 它的辣度很加分 麻辣很加分 它辛鲍骨很加分 这碗东西很安排 好吃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u-Ann 陈佳燕 不是Gin 不是Ginni 是Ju-Ann 又来到美食开箱的时间了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背景 就等我又不能为你们出去挖掘美食了 但是谁说在家里就不能吃美食呢 今天的美食主角就是 罐头啦 虽然我知道罐头不健康 吃多不好 但是如果家里没有一两个罐头囤着的话 就会觉得心里很不安 尤其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 可以打开一罐直接吃的罐头 那种感觉太爽了 所以我今天会为你们开箱 五款不一般的罐头 到底有多不一般 看下去你们就知道咯 第一个我要开箱的就是 孙太宏的Garry风味鲍鱼发酷 Garry和鲍鱼的组合 真的是没有停过 因为Garry是比较中口味的东西 而鲍鱼呢 讲究的是鲜味 两个加在一起的组合 到底会不会有惊喜呢 我们开来吃吃看啊 喔 它的Garry不是一种红红油油的 是比较偏浅黄色的Garry 它真的是有淡淡的Garry的香味哦 而且我们看它的罐头的设计哦 它是比这几款更加年轻的时尚化 是一种年轻人的市场叻 然后里面呢有两粒小花菇 真的很小耶 它鲍鱼也是超小的 来啊 我们来try一下味道 它是比较偏清淡的Garry 它有很浓的鸡汤的味道 而且它完全不辣 我们来看配饭会如何 真的 你们一定很好奇 蛤 罐头直接咖啡直接吃的咩 答案是可以的 这罐头呢 刚刚我是没有加热的 自拍即吃 我们现在来鲍鱼肉饭 我的鲍鱼贼咧 在这边 我们再来吃啊 其实蛮下饭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只吃到鲍鱼的嚼劲和口感 鲍鱼的鲜味呢 在这一款Garry的口味里面 真是吃不太出来 我们来try一下花菇啊 我竟然觉得花菇好吃过鲍鱼 因为花菇呢 它吸完所有Garry的酱汁 当一咬的时候 我还要把所有酱汁 在你口中包排出来 它除了这款Garry口味呢 也有黑松露和鸡汤口味 蛮多选择的 好了 下一样 好 下一样呢 我们就来try这款吧 香辣生蚝 其实我平时是生蚝呢 都是那种来 精鲜的 生的 但这一款罐头生蚝会不会有腥味呢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它没有我想象中的很腥的味道 而且里面满满都是生蚝耶 这款罐头呢 是可以寄开寄吃的 当然如果你要放麦克里 定一下 味道也许会更好哦 来 我们try一下 这个肥美的生蚝 它是辣的 它没有麻 它真是香辣 而且它生蚝我觉得不会腥耶 是有那种新鲜生蚝的味道 还有一点它没有沙 因为贝类的海鲜 那个风鲜 就可能有沙不干净啊 但这款真是没有 有surprise到我耶 我们来试一下配一下饭会如何 味道超级无敌达 没有任何腥味 你依然可以吃到生蚝的鲜味 而且它的辣椒呢 是比较辣椒油一点的 里面还有点芝麻 而且它的辣味呢 是少少而已 因为它没有想象中那种 很恐怖的海鲜腥味 而且它也没有很辣 这款蛮好吃的 推荐 好 下一样呢 我们就来try 这个吧 两个呢是同样牌子的 一个叫麻辣花鸽 就我们所知道的啦啦的意思啦 另外一个是小海兔 怎么可以吃兔兔 兔兔那么可爱 好啦 这个小海兔呢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兔子 它是海洋的一种生物 只不过它有一对猪脚 所以呢它用别名叫做小海兔 你get it 我们先开这个麻辣花鸽 哦 它红油完全正正的蛤蜊 它的蛤蜊呢也是一样 处理到很干净没有沙 吃起来也是很肥美 它虽然呢不辣 但是呛喉咙 所以你一吃下去呢 有点想要咳嗽咳嗽的感觉 哇 红油配白饭 干操最饿的 哎呀 我们吃一口 我觉得这个牌子的 好吃过刚刚我们吃的香辣生蠔 这个的红油很配饭 而且它的蛤蜊大小刚好 因为有时候太肥美的话 你吃起来会觉得很恶心的感觉 我个人推荐这一款 多过刚刚上一款的香辣生蠔 来 我们吃下一个 还有一点抖喜的味道这样的 来 我们试一下味道啊 这个小海兔的口感呢 就不是很QQ那种 它是比较暖暖的 里面除了这个小海兔之外 里面还有星宝菇的竟然 所以在同一罐里面 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口感 而且星宝菇在里面很搭 竟然跟这个红油搭起来 这个真的吃到它的辣度 它辣真是比任何一款桌上更加强 来 我们再配饭吃啊 这个小海兔很好吃 它的辣度很加分 麻辣很加分 它星宝菇很加分 这一碗东西很很快 好吃 又是一款可以配整碗白饭的罐头 可是它真的很辣 最后一款介绍的是 八宝饭罐头 但是有点要注意哦 因为我们前面的罐头呢 都是可以即开即食 而这一罐必须加热后才可以吃的 所以我加热先啊 你们等我哦 我回来 一订热过后 那个糯米的香味真的是很重 我们先闻一闻先 就是很香糯米的味道 其实市场上面很少有罐头里面是有饭的 所以这个蛮特别的 我们试一下单单吃这个糯米先 你一吃的时候 你吃到甜的味道 一点没有白砂糖 可是猪油味很重 整个感觉有一点点怪啊 可是可能是我个人吃不习惯而已 来 我们现在呢 就把所有的你们这种料呢 和这个糯米配在一起再试 它的口感吃起来呢 软弱软弱那样 就好像我们是赶水走那种啊 就粘粘 粘牙那种 也蛮难吞一下的其实 对女生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口感也有点太大 好像是我是一两口 就已经觉得有点腻了 对我来说 我应该不会买第二次 可是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 我就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当甜品也好 当正餐也好 因为毕竟一个罐头里面有饭 还是蛮特别的 今天介绍的罐头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没有想到罐头有那么多选择 和口味 可是温馨提醒一下 虽然罐头的食物呢 都有经过高温处理这个步骤 但是还是不要吃太多比较好 但如果你有什么很好吃 也很特别的罐头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哦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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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花哈 花哈 蛤 蛤 蛤陶 蛤陶就是蛤陶 蛤陶 蛤陶 完全不对 你没有听过6个蛤陶吗 不是我连带没听过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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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ッ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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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不 对 感谢观看